我们今天来做这个开心果黑巧克力曲奇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一样先把这个黄油跟糖呢 要先把它混合在一起 然后这个的话呢 你的黄油要室温 不用到非常室温 但是它是冰冰的 没有关系 然后你要这样捏 轻轻的捏 捏得下去 一定要是这样子 我轻轻哦 我没有很用力 这样捏 捏得下去 这样子的一个软度就可以 不用到非常软 然后再来的话呢 你这样子你才能够方便打 那还有 这边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今天的配方的量呢 如果你做两倍的话 如果你有桌上型搅拌机的话 厨师机 然后就是大型一点的那种的话 这个的配方至少要两倍以上 就包含两倍的量 它才能打得到底 如果像你只是先练习啊 先试吃的话 我建议你先做少量的话 你要用手持的 因为这个的量的话是打不到的 所以就给大家参考一下知道就好了 那再来的话 我们把我们的黄糖 然后还有白糖 然后包含我们的盐啊香草酱这些放下去 然后我们就先把它打到均匀就可以了 不用打发 好 好 好 哦 煮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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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看一下就是這樣子 這個叫均勻 沒有白糖黃糖 然後其他的東西 全部它是跟黃油已經凝結在一起 但是它沒有打發 千萬不用打發它 再來雞蛋記得室溫 不要冰的,因為你冰的話好不容易 這個已經稍微軟一點了 冰得下去的話它又 會分離這樣子 好,然後 如果說你是做兩倍三倍,你的雞蛋一定是 比較多的,那請你分次 攪拌進去,因為我這個只有一顆 所以我一顆直接打,那如果假設你是 一次做兩倍三倍,那是不是 一定是 要兩三顆這樣子往上加的 所以這個的話請你務必要 就是分次打進去 不要一次全部打,記得 然後你看一定要雞蛋完全均勻在裡面 你不能說我哪邊還有一點點水水的感覺 不可以,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我們的乾粉 過篩,拌在一起 我們有蘇打粉,泡打粉 然後麵粉 還有我們的玉米澱粉 這些都要把它混合在一起 因為我的玉米澱粉的話呢 我已經先跟我的中筋麵粉放在一起了 然後我的泡打粉 對不起,說錯 沒有那個蘇打粉 因為我們這一款曲奇沒有 我們有另外一個系列的曲奇 叫扁曲奇 那那種的話呢,就是用到蘇打粉 這邊可以順便跟大家說一下 蘇打粉跟泡打粉 泡打粉其實它就是 往上漲的一個概念 就是會變膨,所以會變高 然後蘇打粉是往橫的 所以一般你看做那種扁曲奇的配方 一般不太需要到泡打粉 因為我就是要讓它扁嘛 所以我是要讓它往旁邊延展 所以我就是會加蘇打粉 其實蘇打粉、泡打粉差別在這裡 所以一般我們做一些 歐美的那些蛋糕 它如果不是用蛋清打發 它需要有 就是膨鬆的那種 那個性狀的話 他們會用泡打粉也是這個原因 好 然後再來我這邊已經都過篩過去了 我的玉米澱粉啦 麵粉啦 包含我的泡打粉 那我們就先把它粗拌一下 速度不要打太快 免得漸出來 好,你看到它已經 變成這種疙瘩狀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可以用手拌的了 因為呢 曲奇這個東西是這樣的 你如果說你把它過度攪拌的話 它的口感質地也沒有那麼鬆 所以那口感會影響 所以千萬不要過度攪拌 那如果說你是用 你是做兩倍三倍的話呢 那個你是用做上型的那個攪拌機的話 請你用葉片式的 就是不要用這種頭的 不要用這種頭的 它不是有一種這種蛋頭的 然後有葉片式還有勾頭的 勾頭我們是一般做麵團嘛 然後 葉片式的話 一般是拌一些乾粉類的東西 就避免它攪拌過度 但並不是說 你用那種葉片式的 你就可以 就也這樣一直打 亂打 然後打很久 不可以喔 因為我們有學生就是 他自己在這邊 就是 他有訂購我們的 然後自己有做 然後 他覺得說那個口感 跟他自己後來練習不一樣 然後 因為他說他 攪拌的有點久 攪拌過度了 所以麵粉嘛 這個東西會出筋的 所以你看一下 大概就是這樣的形狀 麵粉類的 都下去之後 我們把烤熟的 這個 開心果 那 這個的話呢 跟大家說一下 所有的堅果都一樣 杏仁也好 開心果 夏威夷果這些的 我建議你可以 如果沒有趕時間 用低溫150度 下去烘焙30到40分鐘 它有略略的上色就可以 然後放涼了之後 才能拿來用 你用這種低溫烘烤出來的口感喔 非常的 就是它是酥 但是又糯 就不會 那種 口感就是低個高溫出油嘛 然後你會吃起來 它那種香跟那種糯的口感會不一樣 所以我會建議不趕時間的話 因為一般的人可能就是180度 那我烤個5到7分鐘 然後 因為我測試過 我覺得用這種低溫的烤法會比較好吃喔 然後巧克力豆 我今天用的是72%的黑巧克力豆 如果不喜歡這種苦甜的感覺的話 你是做給小朋友吃 你覺得你可以用甜度高一點的巧克力 你可以用50幾的可可含量的這種巧克力豆也可以 因為可可含量越低甜度越高 然後我們一定要把它拌勻記得 因為你如果沒有拌勻的話呢 你自己吃就算了 你可能賣給客戶的時候 有些客戶會拿到一整顆都是堅果而已 沒有巧克力 然後一整顆都是巧克力沒有堅果 所以這個一定要拌勻 如果你的硅膠刀呢 比較軟 你拌不動 你如果有這種硬直的這種刮板 那種勺 都可以拿來拌 沒有關係 那當然你這個如果做兩倍的話 你直接用葉片式的去攪拌 很方便 你就不用那麼辛苦 只是因為我們做少量的嘛 然後打不到嘛 所以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這個是你做配方上的一份小份的 你自己練習的時候可以用 好 那我們把它拌勻了之後呢 如果說有時候你是夏天做 然後室溫比較高 然後你手溫也高 你發現說你摸了就沾很黏手的話呢 請你先冷藏個10分鐘到15分鐘 稍微不黏手 只要不黏手就可以 我不是要讓它變很硬 不黏手之後我再教大家怎麼整形 所以我的一個標準是 它如果現在不黏手 你可以直接整形 但是如果說很黏你的手的話呢 因為我們每一款口味的性狀不太一樣 所以呢 如果它有些口味你買的 它是會黏手的 請你先冷藏5到10分鐘 還是會黏手再多個5到10分鐘 沒有關係 我目的是它不黏手就可以來整形 那如果你手溫高 你可以戴手套會比較方便 當然你出品的時候你可以戴手套 因為這肯定要的 那我現在是視頻示範的話 我只要可以的情況下 不是一定要戴手套 我就不會戴 因為會反光 那你們如果培訓員工 請他們務必要戴手套 好我們現在呢 我準備一個磅秤呢 我就是要來分我的麵團的部分 所以我的麵團只要不沾手 至少戴上手套不會沾手的程度 都一定是可以抓麵團了 然後我要 你可以用挖冰勺 如果你覺得挖冰勺很麻煩的話 你就直接抓也沒有關係 這個都無所謂 因為我要170克一個麵團 好然後170克呢 我們抓好了對不對 我先把它輕壓一下 變得有點圓球狀 之後 你看不會沾手的程度就可以 然後它是不是有點圓球狀的感覺了 這時候呢 我要用我的指頭下去壓這種 壓住這種月球表面岩石狀 那種感覺就可以了 所以記得我們是用手指頭 插進去那種 所以它才能有這種凹槽 你就這樣抓 然後還是立體的圓球狀 這樣子就可以 記得你一定要用手指頭 壓進去這種 然後因為這樣子你才能夠有圓球狀嘛 對不對 這樣子 好 好然後再示範 所以如果你的麵團是很沾手的 就請你冷藏一下 然後先讓它降溫到不沾手就可以 好 一樣先把它壓緊實 不會散掉就好 然後呢 我們再來壓 就是這樣子插進去 我只要抓成這種岩石狀就可以 這樣子 然後我們把所有的麵團 就全部做成這樣之後呢 我們把它冷凍 至少一晚上 那你如果大量做的話 你直接就把它冷凍定型 但是你 你先讓它冷凍一下 不要說這樣一直冷凍 因為你冷凍定型之後 你就可以大量的把它裝在保鮮袋裡面 因為你這樣子包保鮮膜 它其實沒有真的密封 那如果你跟你的冷凍褲其他都放在一起 怕會創味 那餅乾麵團放很久 味道不好 但是如果你先讓它定型了 它是不是滾在一起 堆放在一起也不會變緊 因為它很硬了 所以你放一個晚上 它定型之後呢 請你把它分裝 然後放在密封袋裡 然後放密封袋之後呢 確認它密封的 一個月內 客人有點單 或是你自己要吃的時候 你再拿出來烤就可以 記得我們放到烤箱烤的時候 是冷凍狀態直接放進去 所以你烤箱要預熱好 預熱好的溫度的時候呢 我直接把麵團 從冷凍庫拿出來 放在烤盤上 直接下去烤 不需要拿出來 室溫放多久 完全不需要 冷凍狀態直接進烤箱烤 記得 如果你們會不會 你要不要 你不要 再放進去 你怎麼會 要不要 再放進去 然後再放進去 你不要 打算 再放進去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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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这个分量我大概可以做四颗半 所以呢如果你做两份的话应该可以做到九颗 就是看你自己你不一定一定要一百七十颗 你应该一百六十颗一百五十颗 那但是如果你低于一百五十颗的话 烤温跟时间你自己要调整 那这边我就不给予说明 因为我的标准配方是要做拳头手掌大的嘛 所以我这个量就是要一百七十颗 你可以少十颗二十颗还没有关系 烘焙时间跟温度不需要调整 但是你的如果说你的食那个分量整个低于很多的话 自己去测试 那再来的话呢 我建议你烤的时候呢 请他把它区隔开 如果家用烤箱最多一次烤四个 要不然他会粘在一起 你要给他一定的空间 所以我会这样错开 然后呢 我说的就是你们大量做起来要把它冷冻定型的时候 就是可以先把它密着排一起没有关系 因为我只要让它冷冻定型 等到它完全冷冻定型之后 我摸了都不会变成那种硬度之后呢 你可以把它分装成在密封袋里 然后就冷冻保存 一个月内那请你标注上一下日期 那你至少可以知道说 这个要赶快卖完之类的 那一个月内你只要有人点 你只要预热好烤箱 马上从冷冻库拿出来直接下去烤 很快很方便 好 那我们这边 我等它冷冻定型之后呢 我们再来进行烘烤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是会放到 像我的烤箱我有一台温度是比较高 我就会用200度 那我有一台烤箱温度偏低一点就211 所以你可以先测试看看200到211之间 然后我们先把它放在中上层烤10分钟 记得10分钟之后呢 我说你拿出来要转个盘嘛 那你转盘的时候呢 看看顺便要不要整形 然后我们第二个剩下转盘之后 要把它改到中层 这是家用烤箱哦 要把它放到中层再烤5到6分钟 表面上金棕色 等一下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颜色的差异性就可以 然后记得如果你是商业烤箱的话呢 是直接很大的那一种贴底的 你没有什么中上层中下层的那种 那你只能全层 那请你记得下层的温度 请你跟上层差异大概10到15度之间 去测试看看 然后你就变成说 我们全层大概烤15分钟左右 156分钟 那你中间记得一定要转盘一下子 然后我跟其他不同口味的也是一起下去烤 所以烤质时间跟温度其实是完全不需要调整的 你是可以一个烤盘去烤不同口味的 因为老师上面有不同的口味的这种 就是搭配 但是其实他的烤温时间 跟老师说什么 要中上层中层这样烤的 全部都是一样的流程 不分口味 这个是直接测试给你看 很明显很习惯的